假使我们现在修庄严谋的法身 修是庄严谋的法身 但是你可以显出了你的妙容无边 产生的状就刚才说的 你在礼佛这样惯想 你会感到的 你这个感骗了 那回来的硬也骗了 你的气量心量非常的大 什么都不求 我们有些人 经常要你啊 给他回向回向 就少病少脑 家庭生呢 一个求你给我回向回向 让我成佛 我们还没遇到这么一样一个求的 没有 没听见 法师啊 你帮我求求 让我开悟 让我早能入到开智慧 很少有人 没有 可是绝对没有 没有 求我家子的时候求这 都是求家庭啊 生活啊 没有 我们的道友 很少 提六心眷属求 也是这个 他没求到自己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消业障 帮我消消业障 怎么使我开这个智慧 我读地藏经的人 很多很多 我所知道 我这十五年当中 很多很多 那是地藏经 他都是懂 地藏经说什么 他不去论 我听到道友都说 妈妈业障很重啊 烦恼很重啊 没有智慧啊 地藏经告诉你 开智慧方法 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道理就是这样 以人言法 才能显出他的多作用来了 你现在修的因 因是庄严法 庄严法身 能显出法身的作用 你读华严经 这个读法学经 读地藏经 读哪一部经 这个因 严 庄严 庄严你能产生的妙容 这个妙容你必须得有智慧 他就是不做 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读地藏经 你们喝没喝地藏水 有有喝的 我说你没智慧 怎么不照那人做 地藏经第十二篇 实践摩尼佛向观思音菩萨说 要有人这样做就开智慧 今天你早前起床之后 把情节打扫完了 到地藏菩萨供养一杯地藏水 明天早前 你再把这水换了 就换一个另外一个杯子 在供上 往来你把这杯水喝下去 喝的时候要发愿 发愿求地藏菩萨加给你 开智慧 所以 等到地藏菩萨加死你了 这一切经典一律而根 不但你既能够背诵 而且懂得他的道理了 但是你得饮水时会 经上说得很明白 你该怎么做 饮的时候要发愿 愿这个水加死你开智慧 但是你必须遵守那个 经上所说的佛所说的 你看不能够饮酒 也不能搞邪焉 酒又邪焉 急妄语 三七日内 勿杀害 自信实现大死明 都一天想地藏菩萨 你开智慧了 这个智慧是了生死的智慧 不是四字变聪 不是小聪明 做了吗 经常就告诉你 说了徐伯提向佛请求 我怎么样住心 怎样降伏其心 我们好多的道友 老毛病随时犯 写了好多保证 没得用 控化 今天给你保证了 割不到几天 一个月还没过你 他就照样犯老毛病了 为什么 业 这叫众生业 你怎么样修 每个经都告诉你 你不做那没办法 不做你就得不到 你那以人言法而显荣 你那不言 不言 荣没有 经上说的是一句话 是一句文化 你不修你怎么得呀 得得你去做呀 大家都想听经 大声经 了一经 想讲华安经 你听你做得到吗 他都是一来骗法界 进虚空骗法界 一切妙容无边 但是他从头做起的了 说的很玄 你听的很妙 他一步一步走的了 你要坐飞机嘛 你得到飞机场去坐嘛 不过随地都能上飞机 把你飞走了 你到飞机场还有个过程的嘛 你还得买票嘛 你这手续都不做 你上得去吗 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温法 温法 就知道个方法而已了 这个方法你知道 你得去做呀 你不做有什么作用 说效果不大 敢应没有 敢应没有 是你不敢呢 不敢他就不应了 以人严法 谁能显出妙容 你不能严法 所以那个 祝佛的旷节修音的时候 他是来显出法的体重 咱们也在修音呢 有些道友跟我说 他一偏 磕几千个头 我说你还不如磕一个头 一个就够了 为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这个 一里片十方 你磕去想 天才磕 天才入世想 想一年两年 想到十年八年 你磕下这一个头去 那这是 你这个头磕一下 惊天动地 你心不在 心跟你这个事啊 就是体跟肉 咱们讲体相肉的 你体相肉不结合 想过没有 咱们的体相肉不结合的了 身体在这里 心里还不想到哪儿去了 你 你惯想力不够 今天或者惯想力够了 明天再里又忘了 不是忘了 业障障了 真正你实实可以 一天就磕一个头 每一个头磕你入世磕 一里片十方 那你惯想那儿磕头 阿弥陀佛那儿 有你在那儿磕头 钥匙流光 有哪儿磕头 不动如来 有你个宝生如来 不动如来 不空三丈如来 都有你在那儿磕头 你那功德 你怎么计算呢 没法计算了 这叫不可思议 你这样还怕地狱 恐怕你到地狱 把地狱都空了 确实实了 还有地狱吗 没有地狱了 这叫心空即地鬼 哪管念一句阿弥陀佛 真正念的我的心 跟阿弥陀佛心 合在一起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 别念好多万声 都有用处了 想念数字 我经常跟我道友讲 戒经里头就这样讲的 那么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好阿弥陀佛 念吗 这释迦摩尼佛说的 这不是假的 他说你做这个观想吗 没有 学要去做 要去用 特别我们学佛的人 还不如个木匠 还不如个泥水匠 泥水匠学了 当几年头的 他要吃饭呢 要吃饭他得去打工啊 他就得做泥水工作呀 木匠他得给人家去 奔招府去 他得会呀 咱们呢 学佛的 学了 是学了 为什么不做 不是不做 想做 心里想做 也能做一点 是呀是呀 完了又断了 今天做做 明天又断了 做做又不做了 完了做做效果没有了 有的还跟我说 哎呀都是佛菩萨 都是骗人的 可喜了 你没被骗 因为你没被骗嘛 我被骗过 我被骗过 被骗过 你不会说这话 就是你没上当 没被骗 你上当被骗了 你不会说这话 说这话 就是你没被骗 因为你还做你六道生活 还是你做三途的道生活 被骗了之后 你不会做三途了 这听来好像是 很奇谈怪论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让我自己回想啊 回想 讲的再深 再好 我学什么法门 再深再好 你解决不到问题呀 问题解决不到 你不去做了 你烦恼照样犯 脑错误照样犯 为什么 就是不做了 那你那肉怎么显出来 显不出来啊 那你的体和你的大肉 和你的相显不出来啊 如果肉法 就是咱们讲了啊 就是教 一切法 就是佛所说的圣教 圣教 这个法做什么呢 让你去做 做的方法 你做了 做了就庄严了 庄严了 得到这个庄严之后 先里圆容无奈 这就是得法的体 如果不得法的体重 那你的因也不圆 果也不圆 因不圆 果不圆 就妙不起来了 我因缘了 果圆了 就妙得起来了 你妙得起来 你自己也不可思议 你求谁啊 求谁都不如求自己 我这故事可能说了好多次了 苏东坡 跟佛印禅师到庙里的看 苏东坡 看到那观音菩萨 那个 手里拿个念珠 他就很奇怪 观音菩萨还有 问佛印禅师 观音菩萨拿念珠 念谁啊 说念观音菩萨 他说这是怪了 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干什么 他什么道理啊 我不跟你说 你自己想去吧 跟他在面上掺完了 出了面 他说我明白了 不要你说了 佛印禅师说明白什么了 求人不如求己 这句话呀 看着很普通的话 你说求佛 求菩萨 求佛法神 求这个加持那个加持 你自己怎么加持 加持你自己啊 你求外人没得让 那个加持有没有 有 解决不到问题 你成不了佛 消灾免难嘛 可以 只是一时点 你别宅造业 咱到也照样的不灵 这道理怎么解释呢 修行是你自己修行啊 成佛是你自己修行 自己成啊 佛只能跟你说个方法 他不能代替你 大家知道佛还有三不能吗 因此说 缘人受法 无法不缘 他受了 他能去做 能怪下 他能得到法的体 能得到法的肉 如果你因不入室 果不能缘 果不能缘 你想缘啊 想妙啊 可妙不起来了 想得到 硬啊 你敢呢 没敢没呀 没有修阴 弃不了国 应当注意阴 菩萨 为阴 众生为果 众生他受了苦果了 他才知道难受了 他造阴的时候 他不在乎 他尽量的造业 他业果来了 他怕了 菩萨恰恰跟众生相反 菩萨 是为果 而为阴 不为果 国的我欠人 你得还了 受了就好了 就没有了 不受永远的挂在那 受了就没有了 为阴 他怕造罪 造了 造了就得受 制作制受 好 我们时间到了